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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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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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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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 话上说 大吉 大吉 疼吗 没事 来 深深的太子之位 早已经确定了 天下诸侯 没有不知道的 国君 要是仅仅因为疼爱我们母子 而令心废弃 却宁愿去死 怎么 你 深深贤得无罪 要是令离稀奇 必然会引起三公子党域 对国君的反叛 如此 清国将大乱 不 我 岂不犯下死罪了 没想到 你一个妇人 是晋国的设计 上个寡人对你的宠爱 只要晋国兴盛 我们母子就是久死 也无悔 禁县公 终于被利姬深明大义的眼泪欺骗 并在他的怂恿下 以加强边防为友 把太子申生封到曲沃 公子崇尔封到蒲成 公子一吴封到驱成 这样 县公身边就剩下利姬姊妹 和他们所剩的两个幼子了 遭遇成年的崇尔三兄弟 明知这是个阴谋 仍然毫无怨言地 咽下了这枚苦果 这一年公子崇尔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就是你们二位使的妙计 这就是你们二位使的妙计 眼下 国君一天天地睡了 西齐一天天长大 现在满朝都在传说 当年用硅板 谱出来的结果是不急 就是只字不提 国君的急挂 我听从你们二五的记忆 在国君面前流泪 眼睛都快哭瞎了不说 都快把国君给哭烦了 东关五不想惹夫人生气 东关五只是想恭喜夫人 你还是去恭喜太子生生吧 对 恭贺太子归天 什么 国君派人赏赐太子 国君有赏 赐新衣一套 赶带君父厚恩 太子久居取卧 立即夫人思念 因而奥请国君 招太子上都觐见 国君另有后命 着太子立即穿戴新衣 现在就穿吗 现在就穿吗 曼玉公 是谁把你闷成这个样子的 盛生 我今日身穿君腹所赐偏意 你是非君非臣的有罪之人 望夫人 恕我不败之礼 什么 君父所赐 太子 你我二人 活得好苦啊 太子和两位公子 为了晋国的大业 远在边城 我伺候国君 和太子的两位优弟 守在宫中 愿以为 忠心所向 都是为了江山设计 谁知道谣言四起 防不胜防 如今 连太子你 也穿上了这 逆成贼子的偏衣 是我害了国君 连累的太子 母夫人 别 别说了 什么也别说 母夫人 你这是 母夫人 这不行 这帮忙不行啊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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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无罪 母亲不该这样 事到如今 为了江山设计 不如一死 就请太子 赐我母子一死 一赌天下 小人之口吧 有缘 我们今受不起种种磨难 就求太子 赐我们一死 怯在九圈之下 也会报答你的 母后为君父所爱 何罪之有 弟弟和我同父骨肉 何罪之有 有罪是我身世 我不该来到这个世事 太子 太子 怎么样 我说过 国君有多少公子都不怕 怕的是他们那些死党 今天要不是杜元款突然闯进来 生生早就穿着那件偏衣自杀了 现在怎么办 国君狩猎 明天就要回来了 难道 就让他穿着那件偏衣 去见国君吗 你真的相信国君梦见你的母亲吗 父亲现在老了 感到孤独的时候 回忆其往事 梦见我的母亲 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正因为你相信这件事情合乎情理 立即才变出这个谎言的 不会的 怎么不会的 他看逼你自杀不成 才又想出这个诡计 是想在你向国君献鸡肉的时候 师父 别再说了 明天 见到了国君 把这个鸡肉亲自交给他 这一切 就真相大白了 国君提前回来了 什么 别急 他现在还在路上 过一个时辰才能到 你赶快派人守住城门 国君回来的消息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特别是申生呢 你去申生呢 把他要献给国君的鸡肉 拿回来 为什么 那鸡肉在宫内停留三日 已经坏了 你要是拿不回来鸡肉 就把这包东西 撒在上面 你 你要我夺死他 不 我不 我不去 我一看见多元捆的老家伙 寸步不离的守着生生 我就害怕 那你就不怕国君回来识破你吗 我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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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有 我 schauen 我哪有 你这边 这 这是国君的猎狗 是父亲回来了 快 快见你的父亲 好 哦 师父 哎 我叫你猎狗 我的猎狗在哪儿 在哪儿 戏旗呢 戏旗呢 戏旗 猎狗 国君 好 立即啊 你脏脏脏脏的跑选拼啊 哎呦 哎 怎么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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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个揉一下啊 哎 怎么了 郭君 哎 哎 郭君不好了 哎呦 怎么回事 郭君的狗在廊下偷吃了一块肉 一下就被堵死了 肉 哎 立即 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来人 不 不 不是 这肉是生生送来 送来 特意送来孝敬国君的忌肉啊 你给我滚 且没有胡说呀 这是生生送来的肉 他听说 他听说国君常常在梦里 梦见前夫人齐将 所以 所以 到齐江坟前祭典 只是 只是送来 典青的人 特地会孝敬国君的 胡说 不 不 我做什么梦 他怎么会知道 是的 借也这么想 他是因为 因为记恨 才变造出这个梦 可是他这个梦 变得太让人感动 不得不 可怜他这一点点孝心 其实 齐江夫人 也是因为 切进宫 才被废掉的呀 好 許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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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柔子 几人 自跟孝敬 你起了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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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吗 其实刚才国军已死 不好了 慌什么 太子献给国军的鸡肉 毒 全是没有 毒死国军的猎犬 国军大怒 已经派人来捉拿太子 好毒的女人 太子 你快逃吧 有老朽带你向国军陈述内情 事 事到如今 别再说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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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率兵杀来了 太子 你快逃命吧 逃跑 逃跑就是畏罪 就是承认我要杀父的企图 师父 我不如 进攻陈青 死也死在军夫的脚下 太子啊 少求 求求你了 只有太子还在 总有一天 祭我之后 有人会替太子主持公道的 是 公主快逃吧 公主 伯极已经带人 守住了前门 你难道该死在一个燕人的剑下吗 快逃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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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极 快逃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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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带我去建国军 你这个狗烟人 割掉了 难道你的心也被割掉了吗 我 快逃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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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禀国军 太子深深以连夜逃出都城 搏蹄正率兵追击 哼 好一个小子啊 另有密报 掌公子崇尔 二公子一物 已连夜来到都城附近了 他们来干什么呢 肯定是早有预谋 串通好的 臣起奏国军 讲 自太子手取悟 从而束缚成 已无助驱地以来 没有军命从未擅自行动 彼此也不相来往 怎么会串通密谋呢 可是这次寡人并未召见哪 他们为何偏偏赶来 国军问得好 这正说明 崇尔一乌 此时偏偏赶到 说明他们早有预谋 是前来拥戴新军 身声登基继位 梁吾 你竟敢在国军面前昏霄视听 崇尔一乌是你的外孙 你当然要百般庇护了 国军万万不可倾心禅言哪 糊涂 好了好了 将城门打开 我倒要看看崇尔和一乌 敢不敢进城来见寡人 若是坦诚而来 这宫中有人假传寡人之命 若望风而逃 必然是和身声阴谋串通 紫生 解肾 碰 新生 军 你们来呀 我来了 我来了 神鑫 来呀 你们来了 来殺我 这是来的 来杀我 神圣 出了什么事了 立即害我 将我献给君父的肌肉下毒 君父命人追杀我 那你就快跑吧 我身被杀父弑君的罪名 哪有我七审之爹 二位兄长 你们怎么在这 梁武派人传诏 说是父王要召见 所以说我们 看来 立即 不单要置我于死地 他也要 加害你们 你们中了立即的诡计了 你们快逃吧 那我们走吧 慢 要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逃了 反倒真的成了阴谋逆犯 必死无疑了 这我知道 可是立即歹毒的很 恐怕还没有等你们进攻 就已经被他杀了 你们你们还是快逃吧 你们还是快逃吧 快逃吧 快逃吧 逃得越远越好 今后无论逃到哪 你们也要防止别人下毒手 十年前 你有三人被轰出渡城时 兄长曾经对我说过 生于天地之间 勿忘骨肉之情 作为掌兄 对我这个做公子的弟弟 从来没有丝毫的记恨 这骨肉之情 我只有死后才能报答 神神 兄长 你快逃吧 你要再不逃 就请你死在我的剑下 免得死在立即的手中 神神 为了贤富的记忆 三千逃亡吧 神神 神神 他们二人 果然不敢进城了 因某传统之最 已昭然说地老 兔 糊涂在 你还有什么说的 臣怀疑有人假传军命 才是从而一无奔回国都 请糊涂大夫明说 谁敢假传军命 自然是坚定小人 如此 国君岂不是亲近群晓 婚姻无道 虎涂大夫哪里是人在骂奸命 分明是有辱国君 虎涂在 童儿和一乌都是你的外孙哪 你的儿子胡言胡谋 又是冲儿的死党 有关此事 你理应必嫌 好 你下去吧 臣遵命 国君 身生畏罪自杀 其同谋党与虫儿一乌 分别拥有边城重镇 势必格局对立 后患无穷啊 公哥 公哥 公子 你在哪儿啊 公子呢 公子呢 快逃啊 国君以命搏体 明臣率命欠杀公子 然后再杀一物 这个阉人 宰了他不可 看来进国的天已经塌了 首先砸死的是太子身生 公子 紧接就是公子你啊 是 公子 普生百姓都拥戴你 咱们借此竖起公子大旗 聚成抵抗 对 宠儿 宠儿生命 是君父所赐 这座铺城 也是君父所受 怎么可以 聚死对抗君父 那我们就指责 暂且离开 将来以图再回到晋国 可 可是 可是公子一跑 这辈子 就得背上你身生同谋杀父的罪名 即便是逃到天涯海角 又能为谁所容 公子 佛天医生杀入府 公子 宠儿 好一条疯狗 伸出头来 受死吧 伸出头来 受死吧 陛下君父配来的队神 快速 公子 快 快翻墙 不停 不停 你我无冤无仇 为何非要斩尽杀绝 敬影红之命再生 你休来问我 不停 打 好 不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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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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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五十五年 崇儿怀着悲愤 逃离晋国 逃奔她的母亲所在地 敌国 这一年 崇儿已四十三岁了 四十三岁 未来还能再次给她一个四十三岁吗 倘若有 等待她的又将是何等的命运呢 君父 君父 是你 神生 神生来向君父慈行 慈行 你 要去哪儿啊 天地找我 禀报晋国内情 神生 神生 你 你想怎么回禀天地啊 巨石禀报 禁侯无道 宠奸杨小 听信谗言 奸杀亲子 以失心于国人 江山社稷 理应易主 你想把禁国 转让给他人 不 不 不 万万不能 不能 不能啊 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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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君 是你 是谁在肌肉里下了毒 说 是谁叫来了 重而移辱的 是不是你们二五 不 说 是不是你们 不是 那是谁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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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下去吧 免得舌头生祸 好啊 你杀人面口 我禀报国君去 别说 我禀报国君去 你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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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干的不错 瞧 二五又爬上来了 母亲 生孙哥哥死得好惨啊 他临死前 还到您的坟前寄过 可没想到 现在宫中只留下伯父一人 想找人诉说 可崇尔和乙武 也都逃出晋国去了 我想找父亲 可立即一刻也不离开他的身边 我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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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女儿只有大黄泉下在向您哭诉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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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你出来吧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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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难得是个重情义的人 你 死的死了 跑的跑了 现在你该向我下毒手了吧 郭君 他爱兄长 甚过爱郭君 他是生生的阴魂 是从而以武的内衣 是郭君身边的隐患 怎么 你 你连他都容不下吗 郭君 他刚才的话 算了 别说 寡人已定 将搏击公主 原嫁秦国